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现在西非伊珀拉是肆虐的情形 人们闻到伊珀拉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害怕 而在当地呢 整体的医院系统医疗系统是瘫痪的状况 医护人员要不然就是罢工 要不然就是拒绝接任何伊珀拉的病人 在这个情况里头 两个最重要的重灾区国家 一个是赖比瑞亚 已经有1830个人死亡 而总数已经有将近3000多个人死亡 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不再是这些数字而已 而是在看起来一片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家庭 她有一个女儿22岁 她只是一个nursing student 我说话说 她只是护士学校里头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她的一家人里头 有四个爸爸妈妈妹妹表哥都离缓了伊珀拉 医院通通不收他们 而且她欠缺足够的隔离设备 也当然没有任何的药物可医治 在这个情况里头 她一个人建立了自己的医院 叫一个人的医院 让我们看非常感人的故事 奇迹 常从不可思议的绝望开始的 但法兔和我们一样都不太懂 三家医院都拒受父亲 没有医院要收明显的伊波拉患者 是现在西非医疗瘫痪的现况 因为收了 可能医生护士的命也没了 果然 法兔家里又有三人都染上伊波拉 法兔做出一个决定 她一个人就是一家医院 法兔把家里变成隔离房 妈妈一肩 爸爸一肩 她的表哥 她的妹妹利便 把自己曝露在四位伊波拉患者前 发出她只是22岁的护理学生 我发生了自己的治疗 我买了一包裹裤裤 一包裤裤裤 一包裤裤裤 裤裤裤 五个翼裤 一包裤裤裤 一包裤裤裤 一口袋 鼠裤裤 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它 你已经完成了 是的 这就是你 管治四个人随正的病毒 是的 这是什么情况 当医院人人振出人 你变成了一天 如果是你 你敢吗 致命的庞大伊波拉面前 法兔只有没救过表格 但他的一人医院救回了父亲 妹妹和他的母亲 我非常感到法兔卡拉 因为她的神力和神的能力 你给她的生命吗 一女人比我生命 因为我可以说 即使神救我 她也救我生命 太惊人了 法兔没有先进的格鲤 也没有天衣无缝的呼吸面罩 她只靠薄薄的垃圾袋包裹自己 法兔说她本来只是认为 爱是不求自己益处 但垃圾袋救人法 却在两个月内救活了 专业医师可能都救不活的三位之亲 更让联合国联盟推广 法兔的垃圾袋救人法 一个因为被拒绝 由爱而生的救命方法 爱里的胆识和智慧 原来是绝望里的光